各位三知识,华元金石地平的第五地,现在讲的是第二,常文第二祝星的这个车辽四地之下,明石灌门,石灌里面证明石灌之后,第二说明历生方便。 五地菩萨度化众生的全巧方便了,经文很长,分为两段,第一是总其慈悲观,这个说过了,第二别观众生苦,分别说明观察众生的苦恼,文字分为四段。 上次讲到这里啊,在这个第二第三段的这个课段啊,不审清楚,现在按照经文啊,把它理清。 嗯,经文的第三十六页,从第四行的最后一个字开始,如实挂一切有为行,前记后记,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到第三十七页的第四行,若有若无,皆如使之。 到皆如使之为之为之,这一段文,就是别观众生苦的第一段,如实之苦因。 能够按照众生的苦,受苦的业因情况,菩萨如实而知。 所以科判叫做如实之苦因,第二,彻底观察众生很深厚,很严重的痛苦。 那么就是从贴如实之苦因,那么就是从贴如实之下去,经文,佛子此菩萨摩河沙,辅着试炼,此诸凡夫于此无知,神为何民,一直到翻过来,啊,翻过来到第三十九页,第三十九页。 以生死海中,为绝观波涛之所飘逆,到这个之所飘逆为止,这是第二,测惯深重苦,彻底观察,三界六道众生的身后,严重的这个苦恼的情况。 经文,经文都是上次讲过的了,就是因为这个科判恐怕没有搞清楚,重说一遍,从接下去的经文,就三十九页,佛子此菩萨摩河沙,辅着试念,此诸中山,瘦如实苦, 独穷愕沙沙,孤岛无盲,无穷无谷无盲,无明福异,恨暗蝉果。 我今未必一直众生,修行福至祝道之法,独一发心,不求办理。 这是第三段文 我根据这个独一发心 不求伴侣 五地菩萨 一间挑起度众生的重担 不是有人叫他 而是他独自一个人发去这个大心 他也不求有人来帮忙他 同伴 这个同侣来共同做这个工作 他只是一个人呢 把这个重担挑起来 我根据这两句话 口法就叫做第三 重担一间挑 第五地菩萨 把这个度众生的重担 他一间就把它挑起来 不求别人帮忙 我自己就要这样做 所以叫做重担一间挑 主要就在这两句 前后文都是成就这两句 但是这个重担一间挑的文字 还没有完毕 接下去 于是功德 令主众生 必尽清净 乃至获得如来实力 无碍智慧 到这里为止 就是第三段 重担一间挑 第五地菩萨 他愿意把这个度众生的最重的担子啊 他一间挑起来 不求人来帮助他 就是说舍我其谁啊 这个度众生的担子 我不做谁去做啊 能够舍离这个担子吗 不可以 我独自把他挑起来 所以啊 他要度化众生 使众生到必尽清净 乃至究竟获得如来的实力智慧 啊 如来实力 无碍智慧啊 就是佛的果地的智慧了 实力 是佛的十种智力 这个在静心评里面讲过的 无碍智慧 就是说明佛的根本智后的智啊 他的无私智自然智 最为属生 任何反境不能阻碍他 他必定是要达成这个目标 那么这一段文呢 第五地菩萨 他的心愿 把众生度化到 究竟成佛为之 他的心愿啊 才算圆满 啊 所以这个道理啊 就像地藏菩萨 他要众生度尽方正菩提的道理 他这个愿 可以说的每一位菩萨都是相同的 像地藏菩萨 他度了好多众生 已经成佛 啊 在逃离大会上 啊 始方诸佛有很多已经成佛的 都是地藏菩萨 九远接来 所度化的 所以五地菩萨 他的心愿 也是要把众生度到成佛 众生度成为如来实力 无碍之辉 成佛了 他的愿才满 所以这一间 挑起这个重担 必定要把众生度到成佛为之 所以这是就是第三段 重担一间挑 接下去第四段 令利苦得乐 上次就是讲到这个 如来实力无碍之辉 经文的小文就是到这里 文字并不深 就是想把这个分段 对照科幻把它拢清楚 所以把它重复一遍 接下去的经文 都是比较浅显的 令利苦得乐 就是菩萨度众生的目标 要实力众生 到就近利苦得乐 所以叫做 这个令利苦得乐 看着经文 佛子 此菩萨母合沙 一如是智慧 观察 所修善根 皆为救护一切众生 利益一切众生 安乐一切众生 这个接下去的文字 都是这种的文字 前前那容易明白 简单消闻应当就可以了 金刚藏菩萨 对当时的听众们说 佛子 此菩萨母合沙 就是第五地菩萨 以如是智慧 如是 是前文 前面说过 他所成就的福的智慧 用他上面所成就的智慧 来观察 他自己所修的善根 通通通都为利益众生 所以说 皆为 皆 通通 我通通为了要救护一切众生 救 救度 付 付持 为了要救护一切众生 那么 这个功德 都不是为他自己 竟是为众生而做的 利益一切众生 要使一切众生 得到大利益 那么 究竟的利益 就是 究竟涅槃呢 成佛 才是究竟的利益 安乐一切众生 菩萨的慈悲 就是要使众生 利苦得罗吗 使他必尽得到安定 实实在在的这个念盘的安乐 安乐一些众生 就是要使众生究竟成佛 哀明一些众生 看到众生的苦恼 悲伤而哀痛 怜悯这些苦恼众生 那么因此要使他利苦得罗 到究竟成就 所以成就一切众生 那么要使众生究竟成就 就是要写托一切众生 使众生都得到究竟写托 究竟写托就是正道无上菩提 射受一切众生 菩萨爱护众生 实实以权巧方便的设化他 所以射受一切众生 另一切众生 利助苦恼 我要使另一切众生啊 所有的苦恼通通要远离 另一切众生 普得清净 要使所有的众生 普遍得到涅槃的究竟清净 就是烦恼断经啊 菩提永正 另一切众生 西界调福 刚强南法的众生 要使他通通能够调福 柔和而善顺 另一切众生入波涅槃 就是就近成佛 要使另一切众生 独取正于入 就是正入 正入 就近涅槃 波涅槃 本来翻文呢 是波涅槃啊 就是不生不灭的就近意 死灵众生 通通独来入于就近涅槃 所以另一切众生 入波涅槃 上面就是菩萨首修的一切功丹 他的目标完全就是要为了另一众生 他不是为他自己 到这里为止啊 经文到这里为止 第一段的明行圣 说明修行的属圣啊 这个祝心的第一段 明行圣 说明修行的属圣 说完了 接下去的经文呢 是第二 明果圣 果 结果呢 正到五地菩萨的果位 他的属圣的境界 呃 与两方面来讲 第一是自果圣 第五地菩萨 他自己本身的果的属圣 第二是度生圣 度化众生的全条方便属圣 有这两段啊 下面的经文 啊 就是第二明果圣 啊 祝心的第二 明果圣 明果圣 有两段 第一是自果圣 五地菩萨 自己本身的果的属圣 就是度生圣 度化众生的属圣 先说明果圣的经文 呃呃 他的自果属圣的文字很长 现在顺着文字啊 边念边讲 呃 看着经文 佛子 菩萨 菩萨摩侯萨 住持第五南圣地 这是 呃 节前文 而生其后文 金刚让菩萨 对当时的听众们说 佛子 这个菩萨修行到了 这个第五地 叫做南圣地 啊 那么他的自己所成就的果的 下面就是一样一样把它列出来 名为念者 不忘诸发姑 下面的文字哈 第一是标出他的果身 第一句标出果身 第二句解释 解释这一句的果身的意义 啊 每一种都是相同的说法 说这个第五地菩萨呀 他名为念者 可以称他叫做念念不忘的 这个菩萨 念什么呢 不忘诸法姑 法 只修行自行化他之法 从 翻菩提心到成佛之法 他念念不忘 他不会有一刻忘掉这件事情 所以名为念者 因为他不忘诸法姑 因为他不忘诸法姑 不忘诸法就是解释念者的意义 啊 名为智者 能善 觉了姑 第五地菩萨 可以称他叫做有智慧的人 智者 啊 智者两个是两个字并不容易称呢 第五地菩萨才叫做智者呀 嗯 天台中的智者大师 这个 他叫做智者 就是他有智慧 他这个智慧的功用是什么呢 能善 觉了姑 结 结断 凡事啊 他结断的能力很强 随时可以断定这个事情该怎么做 因为他了了分明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做 所以叫做能善 就了姑 办事啊 最怕犹豫不决 举旗不定 好像下旗的人啊 旗子拿起来啊 不晓得要摆在哪里啊 没有办法下定论 这样子工作不会办好 啊 如果做事情凡事慢半拍 原因就是他举旗不定 犹豫不接 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下定论 啊 那么他因为怕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他希望不要错 可是又怕做错 因此他就举旗不定 这种人啊 就是没有智慧 没有智慧 因为没有智慧 没有决断心 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 你看 贤壮三藏法师 他在当时 天下刚刚统一 没有多久 还不审安定 国家的规定不准出外 不准出国 可是贤壮三藏 时不我余啊 这个时间不能等我啊 我不赶快到印度去求法 老了没有用啊 所以不管你 虽然不准我出 我还是要想办法 他还是跑出去 还是要到印度去 结果他回来成就最大了 啊 17年有的说是19年 这个功夫 学法回来之后 所翻译的大波罗六百卷 就不得了了 别的不用说 啊 这就是他有这个决断 有决断性 啊 因为按照 这个古的 的这个传 传来的说法 认为啊 贤壮三藏是第七 第七地菩萨 远行地菩萨 那么他的能力 已经超过第五地了 所以他的决断力很强 啊 我要怎么做 就乖怎么做 啊 做好了 不定有成就 因为他有这个智慧 能断了 所以名为智者 能善 绝了故 啊 他善能 绝断 这个事情该怎么做 啊 那么才能够啊 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好 名为有趣者 知今欲趣 次第连何故 下面两句就是解释这个有趣 啊 你不要看出了 哦 很有趣哦 蛮好玩嘛 嗯 这个去不是好玩的去 啊 这个去是指金的去向 金的宗直去向 叫做宗去 宗直去向 因为他知道每一部金的预期 他的意识 他的宗直去向 他能够彻底了知 他能够按照金的次第 连贯起来 啊 和刷分刷 自由自在 所以次第联合 啊 能够次第联合之故 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叫做有趣者 这个有趣实际上是文字太简了 啊 意思就是 他善能通达 每一部金的宗去 宗直去向 名为惭愧者 自负 负他 菩萨 他久修啊 应当功德很大了 福的智慧都很熟悉 可是他总觉得不够 自己觉得不够 啊 所以惭愧心很熟悉 他是有惭愧的人 为什么呢 他能自负 也能负他 扶持自己的功德 希望能够快点有安门 扶持他人的修为 希望他能够断恶修缮 得到赶快成就 所以 第五地菩萨 可以成为有惭愧的人 代表这个参规的这个 大菩萨 因为他能自负 又能负他 名为坚固者 不舍戒行固 这个不用说了 第二地菩萨就持戒情境了 何况是第五地呢 所以他持戒最坚固 因为他不会舍离 持戒的行为 名为绝者 能贯 事处 非出谷 绝者 还不是究竟成佛了 就说他 在菩萨的结尾当中 他的绝物啊 四地以下是不挤的 所以叫做绝者 他所觉得是什么呢 能贯 事处 非出谷 事处 合理的 有这个道理 就是实力的第一 事处 非出力 非出 没有这个道理 不是这个样子 他的智慧 善能绝了 一切诸法 凭他的智慧观察 什么样才说 才算是合理的 事处 哪一种是不合理的 非出 这些他了了不明 所以能贯事处 非出谷 叫做抉择 明为随智者 不随于他谷 他都是随智会行啊 不会随事 不会像我们凡夫 随着八师在哪里转 尤其第六意识的妄想分辨 第五地菩萨 见识环老老早就断了 所以他只有随智会行 干脆他自己所振到的智慧啊 在哪里做一些的自行化 他的工作 不随意他 别人不能转动他 他不会说是被人牵着鼻子走 不会有这个事情 他凭他自己的智慧 接断一切 他了之 应当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会听着别人的话 在哪里转动 所以叫做不随意他 因为他有智慧能够照料 名为随慧者 上知亦非亦具差别过 也可以叫做随智慧的人啊 前面随智这里随慧 智跟慧怎么分别啊 如果要把它分开来说 是不同的 所以六度里面的第六波罗波罗蜜 把它开成后边再加上四度 慧方愿力智 单一个慧智是第六 后边第七是方便 第八是愿 第九是力 第十才是智 慧方愿力智 这就是从这个波罗智慧里面开出来 因为智注重在照料 照料 以波罗智慧啊 照料一切诸法 聊聊分明 照的作用就是智 断定的作用就是慧 慧能鉴别啊 他的这个慧的作用啊 就是能够断定 这个事情该怎么做 例如这个灯光照得清清楚楚 所照到的东西 那你能加一分别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应当怎么做 这是慧的功用啊 所以随慧 善之意义 慧义 义 道理啊 何不道理的意义 慧义 这个说的 与这个正义不相合 不何不正理的 那个就叫做慧义 句是指文字上的文句 所有的文字上的差别 怎么样子才是何复正法的意义 哪一种不何复正法的意义 它能够分别 所以叫做 善之意义 一句差别 这是慧的功用 明为神通者 善修禅定 神通要靠禅定才能开发 不修禅定不能得神通 那么真正得到的神通啊 禅定功夫成就 禅定功夫成就就能发通 所以四禅呢 成就初禅以上 就能发神通的功用 不过没有断烦恼 之前只有五通 见识或断了六通具足 所以他是有神通的 因为他善能修习禅定啊 他的禅定功夫成就啊 所以叫做有神通的人 有神通者 明为方便善侨者 能随事行过 第五地菩萨 他是有方便 有善侨 他度众生有这个圈 圈侨方便了 因为他能随事行 事实事间 能随顺事间 而所有的动作都能如法 这个道理 后边讲五明啊 就是说明这个道理 就是他度化众生的方便 这只是说自己本身所成就的自果身 化他的古身呢 何必说明他随事 随顺事间的全巧方面 啊 那么所以菩萨当于五明中求 到了何文 讲这个化他的殊胜 度生胜方面 又说到这个五明的道理呀 就是由这个随事行而发 发挥出来的 明为五焰足者 善及福德国 他对于善法没有焰足 啊 就是成佛了 他还不舍穿针之福啊 何况是五地菩萨 所以他对于修福的智慧 没有焰足之心 这就像韩信用兵啊 多多益善 啊 他因为他善能聚集福德 啊 这个福德因缘 他很熟生 都能聚集 而且他没有焰足 啊 明为不休息者 长求智慧过 呃 第五地菩萨可以说是不休息的 他不但是 呃 心不休息 身也可以不休息 他有这个能力 啊 因为他长求智慧 有智慧就能善巧用拥啊 不会有所停止 所以是不休息 不休息菩萨也是他 啊 明为不疲倦者 极大慈悲过 他不会有疲倦的 他不会觉得疲劳的 啊 因为他有大慈悲心 要以死众生利苦得乐 慈能以乐 悲能拔苦 所以他没有疲倦 啊 明为为他勤修者 预令一致众生入涅槃谷 他专为别人 他众生 他修行都是为众生 修行啊 不是为自己了 啊 因为他自己烦恼已断了 啊 所以现在的修行 四五所谓 十八不共法 他求这个佛的究竟果的 啊 没有停止 所以不会有所懈怠 都是精进第一的 明为 我说明为 我说明为发义能行者 成就庄严佛屠谷 他凡是心里发出来的 想要做的都能做到 他想要做的啊 自行化他都能做到 因为他已经成就 庄严佛国啊 佛屠啊 就将来他成佛的 亲近国土 他都能够庄严 能够成就 明为勤修种种善业者 能具足相好 他能勤修一切善法 种种 显示这个善法的种类之多啊 啊 他能具足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所以 他是最能 去及众善的啊 明为常勤修行者 求庄严佛身于一骨 啊 他是常常勤修 佛法 因为他能庄严 像佛的身于义三叶清净 身口义 身于义啊 三叶清净 明为大尊重 恭敬法者 以一切菩萨法师处 如教而挺估 说不完呢 啊 本来想把这个自古事 还有三段 说完 说不完 那么剩下的就是 刚才念的这段文了啊 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了啊 刚才是讲到 明为常勤修行者 求庄严佛身于一骨 这还是自古身 第五地菩萨 他是很常勤修学习一切上求下法的佛法 因为他要庄严 因为他要庄严佛的身业 能随之会行 与说话都能随之会行 异地心 异地的心理作用 完全都能随之会行 他要做到这一点的目标的缘故啊 所以他是很常勤修一切佛法 学习一切佛法 没有听之呢 明为大尊重 恭敬法者 以一切菩萨法师处 儒教而行故 第五地菩萨 他是对于 第六地上的菩萨 乃至究竟佛国 他是最尊重的 对于上一辈 所有的前辈 他都万分尊重 所以叫做大尊重 恭敬法者 无论是佛法身三宝 都是平等尊重 而对于法 也是最为恭敬 为什么能够这样子生他呢 因为以一切菩萨法师处 儒教而行故 他在一切菩萨 这个一切菩萨 是比他前辈的 他是第五地 那么这里应当是指的第六地以上 第六地以上的菩萨 法师 是指这些六地以上的菩萨 就是法师 我们这些凡夫被称为法师 不敢冒充 因为我们根本是个凡夫 那么五地菩萨 他所医学的菩萨 就是法师 跟他修学佛法的 那么六地以上的菩萨 乃至究竟佛国 都是他所尊重的法师 因为他在这些法师处 要儒教而行 按照六地上菩萨 所有的说法 教导 他都能够 信受奉行 名为心无障碍者 一大方便 常行世间故 他已经得到 身心没有障碍 障碍 遮障 爱 阻碍 不会被外境所遮障 所阻碍 他的心 想要到哪里度化 就到哪里度化 要用什么方法度众 就用什么方法 使这个众生能够接受 因为他 用他的拳脚方便 很常在世间上 油画 所以叫做常行世间 在世间油画 做种种方便 来做度化众生事业 那他都能够如法做到 所以 他是心无障碍的 我们凡夫 身心都有障碍 而且障得很严重 五地菩萨 这些通通都没有了 明为热业 远离一心 则 常要教化 一切众生 一心 除掉 修学佛法之外 没有其他的 第二心 这个一心 就是除掉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之外 其他的心 其他的心理作用 那就叫做疑心 他完全远离了 无论是白天 或者是晚上 无论是日夜 他都远离其他的用心 除掉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外 他没有别的用心 不像我们凡夫啊 我们在其他的用心地方太多了 真正用在佛法的时间 这个用心实在太少了 各位自己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一天到晚有多少时间 在佛法上 在家人 想着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事业 要怎么样的发展自己的前途 我安装探极 安装探大极 想尽这个办法 希望这个 这个大钞 一点一点一直进来 好多好多 那么因此 您的心就被这个东西所占有了 佛法就占的空间很少很少了 回到家里来看到佛堂 偶然发发声 我再念念佛吧 等到其他的工作需要做的时候 整个又忘掉了 所以我们凡夫一天到晚 被衣食住行 被事业 比世间的明文立扬 占有太多 而五地菩萨 这些疑心都没有 他只有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没有其一的心理作用了 所以日夜远离疑心者 因为常要教化众生 他常常爱要教化 一切众生的缘故 古书啊 他就是写的人 他都很细心的 所以这个 常要教化 一切众生故 这个要字 你细细看 他这个上脚 右边上脚 有个小圈圈 那个小圈圈呢 就表示这个字 要读去生 读要 读要 不是乐 也不是乐 这是常常爱要教化 一切众生故 这些字啊 看白在什么地方 要念什么样的声音 表现什么样的意思 它都有关系的 所以 这个字 必定要念作要 不念作乐 他常常爱要教化 一切众生 因此之故 他是个日夜远离疑心的 这个菩萨 这上面所说的 就是第五地菩萨的自果圣 现在讲的是 诸心的 第二 明果圣啊 明果圣的第一段 是自果圣 他自己本身 成就第五地的 这个结尾的时候 他自己的 果地上的殊胜情况 如前文所说 这个文字不深 容易明白 所以简单消闻 就可以了 你不要以为 我拿这样子 你没有两次 就可以把后文念完了 今天念得多一点 等到后边讲到五名 恐怕一次讲不到一种 接下去的经文 是明果圣的第二段 度生圣 说明第五地菩萨 度化众生的俗圣 度生圣的经文 也是还蛮长的 分两段 第一 第一 详细度化 详细开示 第五地菩萨 他度化众生的方式 第二 别选五名 分别显示 这个五名 所谓生名 因因名 公小民 一方名 内民等 那么后边 就讲到他用五名 具备五名的能力 他用五名来随顺众生 做教化的事业 先讲详细度化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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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五地菩萨 他度化众生的 这个情况 经文说 佛子 菩萨 摩霍 如是 勤修行师 这是 节前文 而生其后文 金刚 当菩萨 讲到这里 跟当时的听众们 说一声 说佛子 表示 上面是 一段落的道理 说明 南圣地菩萨的 自古身 已经高一段落 接下去 要说他度生身 度化众生的 属性 所以 称一声佛子 让听众们 警觉一下 注意一下 菩萨 摩霍 就是 第五地菩萨 柔是 勤修行师 柔是 纸上文 像上文 所说的 他自古修行成就 像这样子 勤 就是奴隶 精精啊 这样子 修行 功夫成就的时候 他在 度化众生的时候 怎么样子 去度化众生啊 一步 是 教化众生 一 爱 于 力行 同事 教化众生 这就是菩萨 度众生的 四摄法 四摄法 以这四种方法 来 设化众生 这也是 总一 后边是 别说 那么后边 用五明的 说明五明的 这个 度化的方式啊 也就是 说明这个 四摄法 它里面 啊 力行 同事 等呢 都要具备 五明的 功夫 才有办法 做到 啊 所以这是 总一 接下去的文字 分别说明啊 他度众生的 方法的 这个 多 多种的 方便 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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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化众生 他可以 变化很多的身体 分身啊 分身啊 他能视线 分身很多的 视线 的身体 来做 教化众生 视线 这就像 观世音 菩萨的 三十二印 啊 应以 合身的 度 自线 合身 说法 啊 那么 五地菩萨啊 已经分身 这个功能 虽然还没有 完全具备 可是他 这个功能 他已经 有了 大部分了 啊 要像 什么样的 色身 有形色 有显色的 这个身相 啊 啊 例如说 初世间的 圣者 佛菩萨 生活 圆觉 啊 世间内的人 天上的 天人 人间的人 等 啊 他都可以 随时 实现 用这个身体 来做 教化众生 的方法 啊 就是 印尼 合身 得度 极限 合身 说法 言说 诸法 教化 众生 前面是 现身 这是说 说法 语言 嘴巴 说法 言 先远了 有的时候啊 也边讲 边表演啊 如果是言讲 啊 往往是可以边讲边表演的 如果 在讲的时候 表演的方式好啊 表演的好 跟讲的话 正好表现的 恰到好处啊 使听众 会深欢喜心 感受很深 啊 我总记得 民国三十七年 清静慈劳的时候 他是个最会演讲的人 他的眼睛会说话 他到了这个讲台上 一站眼睛望台下 啊 这个 看一转 所有的人的灵魂都跑到他的眼睛里面去 都跑不掉 大家都等着他的发音 啊 啊 而他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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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比我矮了 比我还高一点点吧 啊 呃 他的眼睛会说话 相貌庄严 啊 所以他 一站出来 人家一看啊 哦 自然就被他的这个 像好庄严所摄受了 啊 跑不掉了 所以呃 41年到南部来弘法的时候 在台南 啊 呃 演讲到已经十点半了 时间超过了 啊 人家要下台了 啊 听众还一直要求 再讲再讲 咕咚咕咚 啊 弄得我病毒讲起来 哈哈 我当时在翻译 啊 老法师他可以 他身体强强壮 我受不了 我是个呃 病先生呃 根本不离身的 所以那一次讲下来 我第二天就生病 他怎么表演呢 他有一次讲到这个 跟上一层楼啊 他就跑上 讲台上去 呃 一重千里目 跟上一层楼 他就跑上 台子上去 那正好他那个夹杀呀 脚踩到了 啪呀 呃 都拉破了 不在乎 不在乎 反正能够更上一层楼就好了 呵呵呵 呃 加沙坡 没有关系 能上一能正 更上一层楼 这就目的达到了 所以他那个表演方式啊 没有办法学的 不是能够学得到的 呵呵呵 那么如果是我们普通人啊 如果这个加沙浓坡了 衣服浓坡了 总是觉得不得好吧 难为情啊 可是他若无其事啊 嘿嘿 若无其事 还是照讲不误 还是上去 呃 所以这个演演说啊 边讲边表演啊 呃 边讲边表演 要会表演 表演得不好 也没有什么意思啊 所以这个演讲的风度非常要紧 呃 所以演说诸法 说种种的法 来教化众生 呃 那么用演讲来 呃 度人呢 这必定要有 使人在呃 种种的表演的时候啊 让人了解佛法 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 那才是功夫 如果只是嘻嘻哈哈 好看好听 没有什么作用 啊 那得看戏啊 呃 所以必定他在这个时间 呃 大家不但是得到欢喜的利益 也能得到入礼的利益 开始菩萨心 教化众生 开导指示众生怎么样子修行菩萨道 啊 来教化众生 菩萨度人 希望众生也能成为菩萨呀 菩萨是希望众生 比他做得更好 修持更能数 更熟 这是他的希望 呃 不把法统统啊 把他送出去 还要留一手 他不会有这种 啊 那么世间人呢 他由啊 供告我慢 好胜极度 啊 所以所有的这个 呃 技艺方面呢 到后来慢慢就失传 原因就是 这个每一代都留 一手留到最后就没有了 菩萨他是统统教化 他有什么教什么 整个把他搬出去 只要你能够接受 啊 我觉得慈祥菩萨 他真是做到这一点 哎 看你有一点能力啊 他就 想尽办法灌输 啊 我当时在 呃 参加这个 当他的学生的时候啊 他看到我对佛法 有一点点的样子 哦 他高兴得不得了啊 他就把这个 金柜子里面的 所有的现装书啊 啊 就抱到我的房间去 啊 一次搬一大堆 一次搬一大堆 呃 搬到那边去啊 他同时还简单的 给我说一说 这本书里面讲什么 啊 翻出来 随便说过一两行 哎 等会又搬了一大堆来 又说了一两行 哎 他就是没有 说是整套把你讲完 没有 可是只是 说这么一两行 这有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很怀疑 啊 我说师父你这样的老实般来就说这么一点点 那我又没有听懂 有的时候有听没有懂 啊 不晓得什么意思 啊 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你知道他怎么说 我替你挖宝哎 我替你挖出来跟你说里面有宝 那我挖出来给你看到了你自己要去挖呀 怎么难道等我挖好给你吃啊 他是替我挖宝 哎 哎 每一部书搬来 哎 说了这么几行 哎 这里面讲了什么 哎 哎 这个就挖开来了 挖开来你自己又慢慢去挖 哎 那你自己不挖 当然就得不到受用 这样的下功夫 哎 所以他没有保留 哎 有多少就交多少 通通搬出来 哎 这开始菩萨 呃 菩萨心 菩萨应当做的 他通通搬出来 教化众生 显示如来大伟力 教化众生 显示佛国的伟的神通力量 来教化众生 五地菩萨 他可以献身做佛呀 啊 不要忘掉前面讲出地的时候 出地菩萨啊 他就能够分身百戒 一百个小世界视线成佛 八相成刀 可以献一百个身 在一百个小世界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 啊 降生 啊 长大了 出家 修行成佛 说法度众 倒入念盘 八相成刀 出地就能献一百啊 二地一千 三地一万 四地十万 那五地菩萨最起码 他可以献一百万个身体 献一百万个身体 在各世界里 视线修行成佛 这显示如来 如来就是佛国啊 实现究竟佛国的神通伟力 他虽然还没有成佛 可是他可以献佛身 啊 献佛身 以佛的伟一的神通之力 来教化众生 啊 就是菩萨 献佛身 来说法 就是观世姆萨的三十二印 印以佛身的度质 啊 随时就献佛的身相 来为他说法 这个道理是相同的 所以他能够以佛的 为的身通 来做教化众生的工具 是生死过犯 教化众生 六道众生啊 往往 不知道这个生死过犯 过是过是罪过 犯是犯难 因为过去起获造业 在三界六道里面受生死 轮回 这种痛苦啊 世间人有些根本就不知道 啊 他不知道这个世间有多苦 啊 呃 纵然知道苦啊 又不晓得怎么样的处理 啊 那么五地菩萨就开始他 开始这些 不知道生死过犯的众生 啊 啊 三界六道轮回生死是大苦事啊 啊 啊 那么用这些苦恼的情况 来警觉众生 要你知苦 知苦断疾 哦 知道这个世间是苦的 啊 他才肯发心去修学佛法 所以 开始世间的生死过犯 啊 让六道众生 知道生死轮回之苦 来修学佛法 求脱离这个苦害 啊 所以世生死过犯 教化众生 称赞如来智慧利益 教化众生 有些人 你劝他断烦恼了生死 他好像觉得这个 没有什么需要 啊 他断烦恼了生死有什么好处啊 啊 他不了解 不了解 跟他说明 成佛了 烦恼断除 功德具足 福德智慧 庄严啊 啊 称阳赞叹 佛果上的 如来的智慧 啊 他怎么样子 啊 这个 有智慧来说发 来度人 把这个 已经成佛的经过情况 叙述出来 使他生起欢喜心 啊 来求 断烦恼了生死的 啊 这个工作啊 能够向前迈进 啊 所以这个称赞如来的智慧 啊 来利益 啊 跟佛的利益 来教化一些众生 啊 知道成佛的利益是大 啊 那么所以应当要断烦恼了生死 要超出这个生死的苦海 啊 那么了解佛果的属生 那么心目于佛果 才能够发心啊 求断烦恼了生死 现大神通力 教化众生 有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啊 要用神通 不用神通 他不不肯接受 像释迦摩尼佛在世的时候 度外道 那些外道 如果不用神通 你跟他说礼 没有用 他不肯接受 你现神通 他会觉得 哦 不得了 你的神通好厉害 这样子 他会屈服 他会幸福 所以有些众生 是要献神通的 不过普通一般讲神通 那是靠不住的 因为最起码 他不是五地菩萨啊 啊 那么 平常是不随便用神通 啊 必定需要用的时候 才会把神通拿出来 释迦摩尼佛在世的时候啊 他平常也很少用神通 除掉降服外道 不曾看过佛 献神通的 例如佛成佛以后啊 到 尤罗坪路加社村 度这个尤罗坪路加社 献了十种的神通 啊 如果没有这十番神通啊 度不了他 啊 那么 这就是在度身的时候 必定需要的时候啊 才运用神通 有人不了解这一点 往往会想 菩萨既然有广大神通 佛也有无量神通 那么我们正是需要佛菩萨来度的时候 为什么不限神通来度我们呢 我们怎么没有看到佛菩萨的神通啊 啊 并不是佛菩萨不限神通 而是我们没有这个福德智慧去接受 啊 有的时候看到这个神通啊 反而发狂了 出了毛病了 精神错乱了 那更糟糕 所以呀 不会随便限神通的 啊 必定需要限的时候才限 限大神通力 教化众生 需要的时候才用 这个好像独妖啊 啊 那么服用不可的时候 真正能够救人 不得已采用的 以种种方便行 教化众生 啊 这一句话 一方面 借前文 一方面 要升起后文 啊 因为后文要说许许多多的拳脚方便 所以 呃 说用种种的拳脚方便 啊 来 呃 做教化众生的事业 呃 行教化众生的这个事情 呃 行 就是动作 就是动作 表现 啊 用种种拳脚方便 表现出 他度发的方便 啊 那么这个度发方便很多 啊 所以接下来就说 佛子 此菩萨 能如是情方便教化众生 心狠相续去佛智慧 所作善根 无有退传 常情修学 殊胜行法 这是一方面 接全文 一方面 要说后文的 度发的利益 啊 所以先对当时的听众说 佛子 这个五地菩萨 他能向上面所说的拳脚方便 啊 很努力的去做 做教化众生 是 那么对这个度发众生的工作 心狠相续 念念 没有停止 很是很长了 没有停止 啊 念念详细的 去做度发众生事业 去佛智慧 去向于就近佛果的广大智慧 啊 所作善根呢 无有退传 他所修所做的善根 只有望前进 不会有所退传 啊 常情修学 殊胜 殊胜行法 他很努力 很常去修学 很殊胜的啊 这个佛法啊 这个修行法门 无论是世间法 初世间法啊 各种方法 他都要搬出来 做自行法 他的妙用 这是 为了要显示他 度身的属身 接下去啊 就分别说明 要运用五名的功夫 啊 佛子以下啊 现在的这个第四十四十六页啊 从呃 第一行的这个佛子 此不再谋刹以下 以下就是讲到五名了啊 所以这个科判啊 前面是祥识教法的方便 说完了 这里就别显五名 第二 别显五名 分别显示用五名来做度化众生的方便 所以啊 菩萨当于五名中求 五名啊 平常说五名 第一是声名 声音的声 第二是功巧名 第三一方名 第一是音名 论理学 第五内名 现在经文的次序 不是照这个次序 不过第一是声名 第二是音名 第三是一方名 第四功巧名 第五内名 啊 这个说到这个五名的道理呀 每一名都含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 那么这个道理只好留到下次再讲了啊